欢迎来到妄想世界 今天讲讲人生游戏 有些朋友有听过我之前有几段讲人生游戏 讲讲人生游戏,主线任务,支线任务 讲讲非玩家角色,NPC NPC是什么呢?还有什么特性呢? 究竟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NPC来的呢? 很有趣的 为什么会讲这件事呢? 其实是跟模拟世界有关 这个不是我讲的,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提出这个有可能所有东西都是模拟出来的概念 这个大概是三四年前 那时候我就开始研究 模拟世界,模拟宇宙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处理器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其实所有东西都可以创造一个影像 而你根本分不到是真还是假 这跟佛学也是很有关系的 为什么所有东西都是假呢? 有可能就是这件事 里面有很多NPC NPC是什么呢? 那你玩游戏呢? 通常里面有些特定角色的 那就会出来,但他不是由人控制的 那这些人有什么特征呢? 怎知道自己是不是NPC呢? 就是在一个人生游戏里面 那你会发觉NPC有些独特的地方出现 譬如说你去到一家 即是你打游戏 那你去到一家药店 会出现一个人 会跟你说话 或者买东西给你 买东西给你 这样 那就令游戏更丰富 你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面 你就会觉得 很多人跟我一起玩 但其实那些不是人 而是电脑控制的角色 好 接着呢 NPC设计出来做什么呢? 那我们去想回 整个游戏发展的程式员 他应该做什么呢? 就是独特让我们互动的 即是在里面 你想要完成任务 就会出现一些人物 就是这些人物 通常是固定有剧本的 某件事出现的时候 他就会出来说话等等 他的行径就是 固定在同一个位置 他每天就会早上出去 几点就会回来 其实是全部写定的 所以如果你怎么知道 NPC不是一个真正人物 即是不是一个真实玩家人物 如果他的路程是完全一样 他的人生是不停重复 他每一天是不同的 来来去都是重复动作 咦? 你可能找到NPC 第二就是互动性有限 你跟他说话 他通常都不会说其他 他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 他只是懂得执行任务 很有趣的 如果你发觉有些人 有些预定行为 他永远都不变 他有个立场觉得是这样 他永远就重复立场 说来说去都是三谷皮 咦?你发觉 这个人好起来可能是电脑控制 NPC来的 第二就是 你有限互动 你跟他说些什么呢? 他来来去都是说他自己的立场 他没有看过立场 他不懂得回应你的 这个也是NPC 第三个有趣的地方就是 故事背景 因为NPC通常是跟背景做事的 你可能去到某些情况的时候 你去到某个阶段的时候 你怎么都会遇到NPC来挑你 那怎么挑选呢? 就是说他会製造一个问题给你 让你去解决 所以这个是一个考验 所以你人生中一定会遇到NPC角色 走来你那里搞乱你的程序 好了 但当他出现完的时候 你解决了问题之后 你就会升级 而那个NPC会继续在他的律 他永远会把仇恨或抱怨 仍然留在他那里 他不会走的 因为他仍然在律序里面 他未清醒 他仍然是一个NPC 好了 第四就是重复性对话 因为NPC通常都很大量的 就是流罗很多 那他怎么呢? 为了省开发成本 NPC要固定 你只能说几句话 而且变化很少 不停重复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在AI 他的人工智能都是比较低的 他不需要写那么多人工智能给他 他对应不需要那么复杂 你很简单就可以了 如果你发觉 你身边有些人 是重复性很高的 他的AI程序又比较低的 你说来说他都不明白 他可能是NPC 好了 他也有能力限制 NPC的特点就是 沟通能力又很差 他不能够自主行动 即是他永远 人家带他去才会做 他从来都不会自己去创造一样东西 或者是去领导别人 所以由于是这样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升级的 他来来 他没有level可言 他来来去都是那个level 所以他们只会 选择能力很弱的东西来做 这个就是NPC的特性 好了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NPC出现 就会配合背景和音乐 如果你有玩RPG游戏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玩这些 ARPG这类 就是有些开放式的环境 去到触犯后现事的时候 通常都会播一段很快乐的音乐 譬如你入到一个村落的时候 很开心 在唱歌 那些人就会跳舞 NPC就会跟着他跳舞 他是没有自主能力的 即是环境是开心的时候 他就会立即开心 环境不好的时候 好像有些逆境的时候 他就播一些很悲惨的音乐 不开心 或者动作又显示到这个东西出来 就是因为他会受个气氛影响 而主角是不会的 因为主角只是一路经过 去到这个阵 发生这件事 他会极力去解决他 那应该就是主角和NPC的不同 即是如果是真正的玩家的角色 是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 这个很有趣 所以 好了 综合来说 综合来说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一个 游戏的主角还是NPC呢 那如果你是 做的东西 全部都是很简单的 从来都不会挑战自己 你也都用社会资源很少的 譬如你一世人 不会怎么用资源的 你不会买一些资源 你或者不会升级你的武器 你不会升级你的屋 你不会升级你的衣服 你不会升级你的衣服 你甚至都不转的话 你可能是在做一个NPC的角色 因为你从未解锁过任何一件事 那游戏就要怎么玩呢 就是解锁功能 什么叫解锁呢 如果你玩得多RPG 其实它现在新型RPG 好像Final Fantasy那类 它就在每个level 你去到某个level 就会解锁技能 而这个技能 就会解锁其他技能 那这个是有什么用呢 你知道的东西 这其实就是 所谓时间的幻觉 接着我下来 又在Patreon里会说一件事 时间的幻觉 为什么爱因斯坦说时间 只是一个观感幻觉呢 还有 未来、现在、过去 其实同一时间出现 这些东西都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当我去想到 这个模拟世界的时候 就全部通了 其实全部是 有原因 有理论 很简单的 其实就是一模一样 你和整个程式一样 如果你当你人生 你不要这么真实 你当人生是一个玩的游戏的话 全部东西都解释得通 连时间线都解释得通 好了 时间只是虚幻 其实没有时间可言 好了 接着 有些人玩这个游戏 就会什么都不做 专挑一些容易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 是None pair character NPC 通常NPC 就不会去主战场出现 譬如很多伺服器 如果你打手游戏 你会知道 某些伺服器 就多些那类人 有些超级的那些 等级很高的那些 通常都不会高级的出现 通常都是低级的伺服器 因为那里没有大怪兽 那他可以做什么呢 就全部做支线又无的 如果NPC的人 通常都会去一些比较差的伺服器 他会觉得 哎呦我弃了个人身 就是我的目标 那他就不会去挑战伺服器 就是厉害那些人的 那厉害那些伺服器 就去厉害那些伺服器 去继续挑战上去 挑战上去 去挑战上去 去打大佬的嘛 或者几个人就像Monster Hunter 去打怪兽的嘛 那这就不会的 NPC 通常都会选一些容易的东西 通常都会去流放一些 差点的地区啊 无需要 怎样挑战啊 没什么挑战 因为他觉得挑战是很辛苦的 那他变了呢 他就只做一些简单的任务 比如搬一下东西啊 搜集一些素材啊 那就过一天的啦 那他一生人就是这样过了 那NPC就是这样的特性 好了 这段呢 你想到些什么呢 你可以联想一下 人生究竟你应该做什么角色 你做非玩家角色啊 还是做一个 呃 自己行动 而且可以升级的角色啊 啊 但是好像我正如我之前那样说呢 如果你不能够 不停的升级呢 其实你要重新打过 啊 这个游戏呢 也都一路呢 都未完 好了 如果觉得有用呢 赞、赞、分享给朋友 下面留言讨论 啊 啊 嗯 嗯 感谢观看